主席 我們針對這整個案子 我們跟著向我們來說 第一個就是計劃開養 第二就是比較真心效果 第三就是主張調校及測試的體驗一段 第四就是全案進入 合定達成效果 首先我們先從計劃開養說 因為我們的EAO500型 從英國85年購入到現在 109年已經22年了 在這中間車輛的一個佈障率 逐年的上升 所以看一下這個表 這個是500型的達成率 一個比較到107年多 這藍色的是500型的 紅色部分是870 那108年飾升了300型的達成 所以市民對於這個 500型的這個車廂的一些工藝系統 我們要做一個改造 那這總共的改造的經費和騎乘是 第二幣500型呢 我們現階段是有85 就是340輛 目前針對的 就是252輛做一個改造 那總共的工藝 主經費呢是32903億 那我們的行程是 100月系列的7月到112年 5月 好 首先呢 我們對這個改造的一個團隊 我們是由國內的40電機 來做一個系統整合 那有關於我們的這個計畫管理 跟系統的保證呢 是由國內的中間工程 部門來擔任 那這基本上 要我們拍 包括了一個日本的30電機 來做一個主電壓器跟缺乘動力 的一個工藝 那還有呢 那還有呢 這個韓國的雨季 做一個速度空電器 的一個工藝 那另外呢 要配合 那個 那個台灣 德國萊英 來做一個安排能力 這個導致的顏色 好 這個主要分析項目呢 我們大概有五項 首先呢 是主電壓器 主電壓器 這個是就是主電壓器 是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那改造動呢 是這個部分 那舊式的主電壓器呢 最主要呢 就是 剛常發生呢 這個提前 就是 提不辣 倒裂 那另外呢 有一個部分呢 就是 故事作用 故事作用 故事作用就是裡面的血液 會產生氣泡 那 產生氣泡以後呢 故事作用 作用以後呢 故事作用以後呢 故事作用以後呢 所以這個部分的一個故障呢 審數不齊 那 我們更新的以後呢 就是把這個 這個 這個 選舉的部分呢 做成永進 做公司這個技術 那也 取消了一個故事裝置 那 這個改善的效益呢 當然就是解決了 那 那 因為這一個故事 所以 沒有分換 也沒有這個 故事作用以後 那 第二個呢 是 千里動力系統 那 千里動力系統呢 那 最重要呢 這個是舊式的 那 新式呢 是改成這個樣子 那 最重要呢 是因為我們舊式的那個 千里系統呢 都是用GGO跟 GAT 那麼 這是一個過時的一個設計 那 那 那 要電的啟動 慢慢呢 這個已經停產了 所以呢 我們改用 比較新的一個基礎 引進的一個先例基礎 另外呢 我們有關於這個 補風機的部分呢 我們也取消 採用自能冷卻的方式 那 另外呢 電子的部分呢 我們也取消 用核的這個 再生電子的一個功能 那 那它的效率呢 當然第一個 真正解決 GGO學校的問題 接種回答 第二個呢 我們有測試過 就是說 它的這個動力呢 隔離一個 轉向下以後呢 它的輕盈動力 仍然可以高達 百分之 它的速度一樣 可以高達百分之 那 5公斤 剛才已經說過 減少噪音 所以它 5公斤的一個 有一個風障來修 還有那個 利用再生電熱 還有那個 其他人有電池 那 第三個呢 是 重工電器 就是我們這個 SID 這個是救命 這是傷槍 那改造以後呢 就是這個 這個部分 那一樣 我們這個 一樣 我們也進 這個IGBT的 氣速 是自然冷卻 那也提升了它的 有功能的容量 那它改造的效益呢 那就是減少故障的機率 那減輕 減輕 減輕的有助力 那 一樣 這個 沒有補風機 所以它也是 減少了造影響 跟背景的氣球 那最主要呢 是這個提升容量 原來我們設計 舊式的設計容量 是150kPa 那這個經過更新以後呢 可以到達210kPa 那同一個編組 那兩套可以互相支援 意思也就是說 我一個編組裡面 只要一套 故障的話 另外它可以支援這整個編組 所需要的一個支援 那如果說我這兩個編組 就是 適量適量連掛的時候 只要這個一個編組 故障的時候 一樣被全部 全部 兩編組發亮 有一個前列色的一個 第四個是 電腦的太舊換心 我們所有 可以配合 Ci跟SiV 部份 組援物 電線電 全部 做一個更新 順便 全部分的前組 更新 確保 流域的安全 進行 和線型的 常骨規避 第五個是 接觸器的 調整 調整 最主要是 因為我們現在控制模組的設計 原來我們設計的時候 是有 ASK1 A2K3的接觸器 那常常 這個問題都出在 這個接觸器 那因為接觸不良 還是說 因為 貢窮以後 產生 一個 一個 一個接觸的故障 所以 我們現在設計 把這個 ASK3 的部分 把它消除掉 那也減少了一個 發生故障的激勵 跟後期的更新的行為 第三部分 就是 有關於 技術遺傳的部分 那 我們在樣車的部分 我們針對 這個普遍耐性 前禮動力需求 運動力需求 運動力需求 也就是 重機胎測試 跟性能參數條件 那 我們這個 整個市民團隊 對於這個樣車期間 我們是前夕的投入 前進的投入 那 前進投入 對於這個每一個 系統的部份 的一個組裝 來測試 那 重新 這個 很用心的去學習 那 而且呢 在 這個改造期間 這個進度 我們受一點的影響 特地的定期 那後續 樣車完成以後 那 後續的這個 這個 車隊 那 完全就是由 我們自己的 一個一個 市民團隊來 補裝校隊和測試 這時候呢 順利的投入 那 前欄的進度 那 因為那 前欄的進度呢 我們是在 108年的3月9號 跟108年的7月1號 那要做一個 文件審查完成 跟樣車 行事的一個測試 那 但是我們這兩樣呢 在108年的2月27號 我們都已經提前把它完成了 那 到目前為止呢 在109年的8月 我們已經完成了 這個 量車一輛跟量產之後呢 五輛 這個四邊組 四邊組 另外一邊組呢 已經在動態測試了 那個 使用的情況呢 都非常的良好 那 我們目前的進度呢 大概有超前四個月 超前四個月 好 我們大概進度的話 最後的進度 當然有前四個月 超前四個月 超前四個月 大概是最有意圖 所以我們可以幫大家 那個方式 好 有關於這個 我們疫情達成的效應 那 提升車輛效能 跟補散力 這個 這個 我們改用了 iGPP的新技術以後呢 那 我們就 像這個 原來車型的MTBO 受到這個 電視干擾跟電視 那些有影響 那 另外呢 第二點 就是提升行駛的安全性 消除原型車法 如果以出生的方法 都會暴徹 那 第三個 新技術的精簡模擬設計 改用機iGPP 它已經 這個減少 跟 原來設計 GPP 很複雜的 設計 一個 一些零組件 有一個 降低的誇張力 跟輸出的 一個 一個 那 這個 車輛 這個 原車輛 動力性呢 也提升了 你跟新車一樣 就是說 提升了這個 全車的舒適度 因為它少了一個 震動等一個 照應 可以大概 減少 說明大概 什麼態度 那 因為車輛的故障 減少了 所以呢 它裡面的可用力 當然就大大的提升 大概可以超過百分之幾 所以它這個 也增加了一個 吊車 車輛吊手 一個彈性運用 那 因為我們就剛剛有講 用再生的一個 任務 在人高效率的使用再生任務 大足的 節省 能源 消耗的能力 那 第二個 有關於 落實國產化的政策 那 國產化的比例呢 達 21.57 那 國外延長技術離轉 提升國內廠商性能力 那 第三個呢 就是促進國內產業 技術的深耕 以及再提產業的連結 那 也是 好 以上 好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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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 我們 感謝陳處長的詳細的講話 那 整個團隊的運行過程的情況 那 在台鐵局各單位的協助 以及市民團隊的努力之下 很難耶 很順利的在進行 目前已經有完成 五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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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的電機系統 更新改造 並且通過測試 目前交由我們 台鐵局 車輛使用單位在演員 那 我們都知道 市民電機是 我們 國內知名的企業 在 台灣 一步一腳步 腳踏實力的經營 目前 在台灣經營 大概 有 超過五六四年了吧 那這一次 它 市民電機 特別 承接了我們 整個 一頁 六五百型 電機桶 更新的改造 這是一項挑戰 也是 成長的 那 本案 除了 證明 四聯電機的團隊的實力外 那 另外 一個目的就是 希望能夠 藉由 套端引力 來帶動我們 國內整個 軌道產業的一個發展 我相信 在 市民電機團隊的 鼓勵下 勞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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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下 他們一定能夠打倒車 你們這項目 好 好 那現在請接著 我們青門 政府 大家長 來為了 排列局有沒有補充 好 那我們請 我們副局長 副局長 副局長做個補充 謝謝 好 來 來 部長 還有我們陳委員 還有我們陸正石陳市長 還有陸正石衛科長 還有我們士林電機的 謝營運長 謝總經理 還有楊營運長 還有我們所有 這次EMU500的所有的夥伴們 大家早 大家好 好 跟部長報告 還有委員報告 還有所有長官報告 這一次是台鐵局跟士林電機 還有我們的這個德龍 還有施駕馨 這個國內廠商大合作 大團結 那也跟部長報告 這一次是國產法 首度 以國內廠商擔任 SI系統整合的角色 來進行核心的動力系統的整個改造工作 這是等於是台灣 在鐵路發展以來 首度是國內廠商擔任系統整合廠商 協助完成的這個技術的轉移 所以這一次的這個測試 還有這個組裝 完全都是由國內廠商來進行後續的這個組裝測試驗證的工作 那這個要首先跟部長還有委員來報告 這是我們的一個一大里程碑 那第二點要報告 這台鐵局在去年 部長成立了交通科技產業匯報以來 台鐵局在內部也成立了一個國產化的推動小組 那小組的這個召集人是由局長指定我來擔任 那我們今我們的這個公基電的處長 還有我們的邱國松 邱副總也是擔任主要的這個幕僚的工作 積極來推動國產化的工作 那也跟各位委員報告 那我們現在目前已經有22項的這個技術研發 還有這個相關的這個零組件產品的開發工作已經在進行 那有八項的具體成果 包括跟中科院的腺素備援系統已經完成了這個測試 未來啊 在年底我們52量的這個普悠瑪跟泰魯格號就會來安裝 那我們也跟這個金山有合作這個電動的轉測器 也是我們台中的廠商 那這樣的一個研發的結果 都讓我們台鐵不管是在供料的時間縮短 也讓我們的成本大幅的下降 以金山合作的這個電動轉測器 下降的幅度達到82% 就國外的原廠採購是8700萬 那國內廠商提購是1500多萬 那我們台中還有另外一個這個大陸山這邊的精密科技的這個廠商 軍營的精密工業公司也跟我們合作主風棒的這個測試 那主風棒測試台 國外廠商也是開價6000萬 事實上後來我們經過公開招標 國內的這個這個廠商得標以後是519萬 所以大幅下降了9成 那供料也都大幅的這個這個時間大幅的減少 那所以可以看得出來台鐵局 在整個國產化 因為在交付的政策的指導之下 那我們也成立了這個推動小組 那現在二次二項的計畫 還有包括一次黃、極電空、碳燒 我們都持續在進行 未來希望跟國內的廠商 更多的這個合作 讓我們的台鐵的這個供料問題 還有鑽料問題 能夠得到很大幅的解決 能夠提升我們的車輛的這個品質 這是我們最主要的這個目標 也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那最後也要跟大家再次感謝 我們這一次藉由整個國內廠商 還有國外技術的這個轉移的合作 EMU500總共有85個變組 事實上是我們現在目前在 通勤電電車營運的主力 那因為時間年齡車輪比較久 故障率也比較高 那現在目前已經完成了 一加五個變組 一個測試還有五個已經完成上路了 在性能的表現上都非常的優異 那第一個顯示出我們國內團隊 有這樣的一個能力來完成 第二個因為這樣的一個完成 也大幅的降低了我們這個車輛的故障率 也提升了我們車輛的舒適度 那這個也是我們非常樂意看到的 通過國產化的努力 還有我們台鐵 在這整個古油馬事件以後的努力改革 能夠達成的這個很明顯很具體的成果 也跟各位長官還有我們夥伴們報告 謝謝 好 感謝 來 王府局長 各位 部長好 委員好 還有我們 陳司長好 還有我們那個 弘副局長 各位長官 還有我們這一次 演員500的團隊伙伴們 大家好 大家早安 早 其實昨天 我有參加鐵道局 鐵道局舉辦的 鐵道產業科技的一個交流聯誼會 我們就坐在部長的後面 那我也聽到部長上台 整個搏劃了未來幾年我們所有環島的一個交通建設 幾乎是如數假正 那我覺得非常的敬佩 從輕軌 我們高鐵的宜蘭屏東的延伸 然後所有台鐵的發動的擴建等等 很多的很多的計畫 甚至鐵道觀光產業怎麼連結 都不用看稿 如數假正 我說這個部長這麼厲害 才來沒多久 有辦法這樣子 很清楚的 給所有的 我們與會的 這個企業界的 這些老闆們打氣 然後給大家有個方向 最重要 我聽到部長講的是 他所有的 除了要建設很棒的這個 交通建設之外 最重要就是要提升我們產業的水平 台灣產業的水平 那希望國車國造也好 或者很多軌道相關技術 如果有跟國外技術合作的 我們都希望把技術留下來 留在台灣 那四零電機非常有幸 我們在五六年前開始規劃轉型 過去只做供電系統 電力供電 讓我們轉到交通建設 我們現在承接了幾個案 南匯電器化的案 然後這個EMU500 鐵路群的EMU500 然後樹林到西直的這個保電軌 還有那個車站的高壓燈電群 現在手上有四個 跟我們交通建設相關的 那我們非常積極的 一方面也在學習 一方面也在把台灣的所有的能量能夠 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大家能夠結合起來 那我們很榮幸在EMU500 我們找到了夥伴 台灣有很強的 像四家新業 他們不是幾年 這幾年才成立 他們歷史悠久 一直都是在從事回到產業 我們的德龍德巨啊 也是一樣 他們在電車線 還有電腦 這方面呢 也是技術非常的專業 那這一次我們找到的 國外兩家 三菱電機 其實不是只有跟我們業務合作而已 三菱電機從1963年 就是我們的投資夥伴 現在各位去看我們的財報 最大的股東其實是三菱電機 占了21點多趴 他是我們最大的股東 那我們的很多產品 他都跟我們是技術合作的 那三菱電機跟韓國的語境 在這個車輛的動力系統也好 整個 所以日本的合作 在印度 在離開日本以外的地方 他們合作的經驗非常豐富 像印度 聽說火車裡頭 他們有載有力當到70% 印度的車輛相當多 在日本也是載有力最高 所以他們是在海外 就有豐富的合作經驗 那三菱電機的Share 在日本又是最高 又是我們的投資跟技術合作的伙伴 所以其實我們是找到國外最強的 最有經驗的 也找到國內最強的 再加上有中興工程顧問師的設計指導 還有我們藍營的這個 背後的很多技術的認證 我想這個是四菱電機非常榮幸的 再加上其實這段時間 我們從台鐵局政府處長也好 陳處長還有各級長官 其實給我們鞭策指導真的太多太多了 從中學習很多很多寡惠的經驗 那總算我們目前為止 在央車測試 今天的報告陳處長剛講 我們稍微有領先 但是不能不能是這個就懈怠 我們從現在開始其實在關鍵的時間 才是陸續慢慢會到來 那我也相信我們會更加努力 也希望我們團隊我們繼續加油 一定要如期如指 一定要做出一個很好的成績 讓這個部長所有的這個 這個勃化他的構想能夠落實 我們除了做生意 希望台灣的成員能升起 能夠國車國照能夠獻地化 好不好大家加油謝謝 謝謝志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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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現在也同樣的 掌聲來歡迎 我們台中第二選區新庚立委 陳柏惟 前衛兵 謝謝陳偉兵 謝謝陳偉兵 各位長官 各位貴賓 大家午早 大家好 好 大家午早 好 三休 三休 對 其實喔 我們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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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地的企業 真正呢 大家不知道 像我們台中 作為南北的中心 客運的部門 有這個 炒馬轉運站 我們還有 在大陸 這個鐵基路的 火車調車場 那因為中華 那個時候中華 用這個 統列的機車 去調某 所以從 在我們大陸 集用一個調車場 這個調車場 後來因為 所有人都一樣 所以呢 慢慢慢慢 它就沒用了 沒用了之後 變成是 現在我們的 這個 這個 所以呢 其實它是 帶到我們 土土區的 這個車頭的立宿 以及 對鐵基路 對鐵道 系統的 一種立場 來總立的 一間公司 我想這道可以 成立到 這個電機系統 來換新的 這個 鋼電 實在是 可以說 對電影來說 還是對全國來說 都是一個 政府鐵路 代表性的地方 很幸福 但是呢 我們也希望說 可以接受 的事情是說 第一 我們的這個 這個 鋼電的部分 可以為了我們 留下什麼 這是留下你們的 留下 這個 資料的 部分 還是留下 這個 技術的部分 第二 過去 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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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 只有四百人 坐車 到現在已經一天 有七百人坐車 我們的這個 三點鐘的部分 也漸漸包括 第二個開通 包括 過去大股站 是一個 我們要橫越鐵軌 上越台的 其中一個車站 啊 從以前 大股站 到這樣子 其實 我孫南北中 本山 這次 希望可以進來 我還要 這次 讓這些人 可以越來越多 讓客人越來越多 我已經 一九二公園 本來 這麼嚴重 我們因為過去 開車的系統 到現在的 公路系統 所以 所有的 交通工夫 慢慢 去鄉下電路 車頭 其實越來越多 會覺得 旁邊 相機比較無人 但是 但是 你看日本的車頭 看外國歐洲的車頭 他旁邊一定 都是 三十四十百老的地方 所以 所以前一步 要拜託 交通工夫 拿到整個車頭 車頭 手臂 要怎麼讓那些地方的人 感覺說 這其實是一個 有人在坐 人在坐 人在坐 旁邊 旁邊 也只能發展生的一個 一個整個 我相信 這是可以讓民眾 上次直接 也上次有感受的 座位 在這裡也要感謝大家 繼續帶來看 因為 我們三等站 所以看到最多的車 就是我們的電電車 謝謝 以上謝謝 謝謝大家的心痛 謝謝 感謝 方議員 各位田一賢 接下來問請 我們林副長來 請 好 大家早 好 今天 台北廳我可以 早上 台北廳 回家 我都 空心 好 各地 台北廳 我們現在大台庭 所以今天 可以比較密集的 比較密集的 好 這個 我來看 今天 他在 國法院的 電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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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台灣是鐵道國家 很清澈 所以 出發電力 把南北 甚至全島串 就是因為 台中也是重範線 南北在這裡連接 我們才有 台中市的誕生 台中市的誕生 就是我們現在的 台中市的 這個 火車站 最近 也在 剛好完成一個 三代銅塔 的一個 算我們的 說明的 紀念碑的意思 這個鐵路高價化的過程 這是 三代戰 還發現了 原來 在1905年 到1908年 的 第一代戰 所以 台中市是 三代銅塔 這對 台灣的 歷史販店 尤其包括 未來的 觀光 這都很好的 建設 另外一方面 鐵道當然 它除了提供 我們 日常 最重要的 公共運輸 不管是 台鐵高鐵 這個雙鐵 或都市的捷運 現在大規模在 興建的一些 包括清魂系統 這個是 生活 的一部分 那未來的這個 多元災居 的一個 結合 讓我們可以 無縫接軌 四通八道 這個尤其是 未來的 智慧交通 時代 包括5G 跟我們說 這個MAS 這個 交通行動服務 的整合 所以 這個骨幹 就是 軌道 尤其是我們鐵路 那另外一方面呢 其實 除了 交通運輸以外 也是 一個 產業 不只是製造業 也是服務業 因為它的這個 建設完之後 都是 百年的 一個工程 所以 怎麼樣去 永續發展 一定要朝 我們國產化 跟技術自主 來發展 都是 國車國造 作為目標 我們現在 國際國造 國建國造 我們更要國車國造 特別是我們的這個 火車啦 這些軌道的運輸 因此呢 我在當交通部長之後 把這個 成立的交通科技產業會報 其中 有一個項目 就是 這個 軌道建設 就是 智慧 鐵道的一個巴掌 這裡面 我們就形成了R Team R Team是什麼 Rail Rail Team 其實就是 鐵道國家隊 所以各位都是 軌道 這個 可以說是 建設 很重要的 一份子 那這個 台灣最近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整個世界的這個 經濟的發展 都是 紅色供應鏈 這千出 那很多鍛鍊 大家也是在強調要短鍊 要很有效率 彈性 你要有一個好的供應鏈 這就是產業發展 尤其是創新的一個生態系 從這個角度來講 這樣的一個 Ecosystem 有了 你個別的供應鏈裡面 這個 這個上中下游 或各個項目 你才會 有整體的 這個在國際上的精神裡面 這叫國家隊 口罩國家隊也好啦 防疫國家隊也好 這個就是缺一不可 你要把這個口罩做出來 這裡面啊 除了工具機 對不對 這最重要 我們中國 大杜山 60公里的 黃金重 都是精密機械啊 跟工具機 最重要的基地 要收起來 這個 這個供應鏈 非常的完整 這個就是台灣競爭的優勢 我們的利益 所以交通部啊 不是只有做交通 建設跟監理啊 交通部是要把 這些交通 的產業做好 然後才可以讓 我們用 最 這個 有這個 效率 也就是成本 效益啊 來呢 提供我們 更優質的 這個交通服務 重點在哪裡 你國產化之後 你看剛剛講的 高鐵 台鐵的項目 現在呢 可能 就 備料就很 很完整啊 不用缺料啊 還要再進來 喔 我們隨時都可以啊 維運 然後呢 這些零組件 相關的這一些 製造跟維修 這個 就是台灣未來 R Team 我們要推動 那也因此 我們大概 在去年以來啊 做了幾件事情 除了我剛剛講的 交通科技 產業會報 成立了R Team 就是產學員 跟政府 變成一個國家隊 只要啊 只要啊 產業發展 把柄做到 市場啊 讓大家可以 預期 喔 比如說未來十年 有兩兆元 帶動的投資 大家就會去 購置好的設備啊 就會想要去 吸引人才啊 喔 這些產業的 生態系 才會發展起來 不是套政府啊 假的 什麼事情都要自己做 要能夠啊 借助民間 尤其是產業 你們的這個 在世界上 都是有競爭力的 那尤其是 我們很多都是在 國際上的 隱形玩具 這一些叫 要家裡啊 讓你們有一個 好的市場 所以 我們的 兩兆元 未來的 要 要 投入的 啊 這個 這個投資 這是很重要的 第一點 再來 我們的 呃 就是 成立了 鐵道技術 研究跟認證中心 喔 因為你所有的這個 國產化你要 當標準化 要有 規範 要有採購指南 喔 所以警戒你看 我們輕軌採購指南 就把它定下來 這樣才有規模清潔 不然的話 你各地 每個縣市都在搞自己的輕軌 喔 這未來啊 很麻煩啊 台灣就這麼大而已啊 喔 一定要整合 喔 這也是國家隊的概念 喔 政府呢 很重要就是把這些 技術認證 還有這些採購的 呃 規範 明確化 大家就可以知道 未來南北 喔 除了台鐵高鐵 我們跟捷運輕軌 都可以整合 這樣子啊 來發展喔 才能夠吸引人才 以及資金 然後當然非常重要 就是技術自主的提升 所以剛剛有一個數字 現在啊 是我們這個 國產化的這個數字 齁 是百分之二十一點五七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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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這個 就是 比例來講齁 齁 還是太低吧 齁 齁 你至少要擴半嘛 核心的技術 就像我今天來看的 我不是隨便去看的 是因為我們40電機 跟30電機的合作 所以 跨國的這個合作 包括投資 包括技術的移轉 甚至創新 從我們的電力系統的設計 製造 到這個 封磚以及測試 這一條路 這個是非常重要 齁 這一個就是很好的例子 那我們現在 這個 呃 還進一步 齁 就是說 爭取到鐵道發展基金 行政院已經同意了 把高鐵公司這幾年啊 賺的錢 有些在平穩 基金 把它撥到鐵道發展基金 先60億 剛剛撥了 還有一百元 站存在高鐵公司 高鐵啊 經過 採改之後 我那時候當立法委員 也是支持 整個 未來是這幾年應該 他的這個 EPS都很高 都很探極啦 雖然你看前半年有疫情 到八月已經完全恢復去年啊 每週的這個 班次都是已經一樣了 這個 大家努力的結果啦 那台鐵我想也是陸續都恢復 這一點 就是 我在很強調就是說 呃 對於這個 政府的投資啊 剛剛講的 這個鐵道發展基金 另外在人才方面 我們已經在高雄科技大學 在我們鐵岩中心就是燕草 那整個南台灣有一個 人才的這個 呃 這個培訓 的基地 在北台灣 有台北科技大學 也組成了 就是跟我那天 大概幾 應該是 兩三個月前 我跟教育部長一起去 就是 教育部長跟教育部合作 因為這個大學 如果有這些科系跟課程 對我們未來取材啊 才能夠源源不絕 那最後我要談到的就是 政府的一些採購政策 政府的採購 我剛剛請我們同仁算了一下 大概我們這個鐵路的這個 行車安全的這個六年計畫 我們就開始在進行 那因為發生普雅馬事故 跟加速擴大 那這裡面 單單現在已經編列預算要採購的 就1282輛 的這個啊 列車 有了997億 這個我要把數字列一下 因為啊 這個企業界啊 看到這個數字眼睛才會亮 對政府來講 這個多一個零 少一點這也不是我的錢啊 對大家來說 你看看 這有些在執行 有些還在 現在要招標 通勤電聯車520輛 乘計列車600輛 電力機車68輛 裁電機車34輛 還有支線環保列車60輛 總共1282輛 然後總預算997億 這個就是啊 包括最近的我們配合 未來的這個智慧交通 所謂的這個 鐵道的這個4.0 開始 包括有一些 各種的觀光列車 未來的這些 我們包括尤其是支線 那個都可以讓我們 可以練兵啊 輕軌當然是很重要 你看基隆輕軌 我們就是規範 未來就是要以我們 國家會來主導 這一點啊 就是 政府就是把政策聽清楚 那標準喔 讓大家可以遵循 你們最重要還是要民間投資 要有利潤啦 不然啊 投下去之後這個 沉澱成本這麼高啊 欸 政府一政策又變了 又有一回沒一回 這個產業不會發展 尤其留不住人才 高鐵公司你看 蓋了高鐵之後 有配合了多少人才 後來北捷 但是呢你看高鐵現在 哇沒有新的大的建設 他的人才就失散了 那台鐵其實在這方面 怎麼樣能夠 育財 用財 流財 人才還是最關鍵 善待我們的這些員工們 這一點是我基本上 跟我們同仁一再的強調 好 那 講了那麼多啦 要讓大家了解 我們是R Team 那我會把這個產業的生態系做好 那整個產學員跟政府的角色 把它定位 我都跟我的同仁講 不要只是防疫 也要心力 因為現在你看現在的輿論 我遇到什麼事情 衝到他的恐龍鷹 就依法行政嘛 有違法你就不辦嘛 那當然要找到策略投資人啊 你以為桃園機場的第三航廈 留標這麼多次 現在 跟你們講今天截止投標 已經有兩家進來了 而且組的都是 國際跟我們國內最好的廠商 就是要去拜託大家來投資啊 那減政便明 怎麼可以刁難呢 你們拿我們做建設 我就跟你感謝了 怎麼可以說刁難 所以我的同仁我都跟他們講 已經要讓大家看到政府 連人政治是必要的 連人政治建立在怎麼緊張 透明效率 然後呢 就是啊 這個 其實是 政策很明確 大家可以遵循 就不用去拜託人了嘛 鎮槍實彈大家拿出來競爭 要去組設計聯盟啊 其實對企業家沒有什麼 朋友跟敵人啊就是 做會探機卡 進步不要讓我們的企業界都 都在高度風險裡面 其實政府呢 要把環境做好 其實每一個都希望 正當做事啦 合力賺錢啦 如果有的話也可以回饋社會 因為產業發展才有就業機會啊 我們的員工有收入他才會去消費啊 百業才會行審 這就是三十萬 政府這個觀念要改變 然後制度怎麼樣去啊 去做一些 這個改革等等 好 我們的這個陳國威委員 他的證件都我在幫他實現 現在包括說這個 國會要簽建台中 首都要檢驗 其實我們這一區最重要的就是 這個交通運輸 台灣你看 哪個地方 我們的這個鐵道還有山線跟海線 就為天安分 對不對 就為我們台中成功到對於分 才去彰化 所以海線要雙匯化 做為山線 做為山線 現在有瓶頸 它可以掉路 可以分離 中 張 變成全個台鐵 南北 的一個最重要的調路區域 所以我也在跟彰化師那時候鐵路高架化 因為我們希望建議他們飼軌 其實也可以考慮把那邊的這個 就是我們的海鐵的機把 包括調路維修那些 可以往我們海線來 那就是多久 從這裡這個 我們把這個原來在彰化 那山山海線 現在成功追分 打通了嘛 雙匯化 未來就是海線也雙匯化 這在做可行性研究 然後再把彰化 我們的彰化師要寸土寸井 鐵路高架化之後 把那些地整合出來 你們是地主 跟地方政府都市計畫 調整一下 那裡就是最好的TOD 然後需要大一點的 這個機場可以往我們海線 那大度啦 看是龍井或烏龍這個區域 因為這個以後都是師通八達 順時鐘逆時鐘 都不知道你知道我在說什麼 環境都會通啦 中華喔 順時鐘逆時鐘就是 這就是要通啦 都不可以這樣 這個防疫也沒有什麼 黨派跟什麼 那不同見解大家多多溝通 但是就是一個國家會 防疫也是國家會 七嘴八嘴 大家都很厲害 都會知道 指揮我怎麼做 那這角色分工 好 我是看到大家很開心 說到這樣 還到十三天我去 讓大家開心 要看一看一看 所以說到今天是我來這邊 是要讓我們的同仁知道的重視 就是這個目的而已 我重視大家 基層的人他就會重視 也會有比較好的事情 總是今天我想 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我們台鐵的這個 252輛這個動力系統 整個更新 雖然只有32億人 252輛 但是它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我希望這一步可以讓其他的 R team的人也看到 我不是說說而已 我會全力來促成 讓台灣做一個鐵道國家 不只交通 還有我們的觀光 以及其實我們最後 我們的產業的發展 可以有序的 其實鐵道開好之後都要一直圍運 很多的零組件啊 這個就是我們的這些精密機械 跟工具機還有相關的軟硬體 尤其是剛剛講的SI系統整 一定要促成這個整 我們要有自己這個能力 我們不能讓這個控制在這邊 我們變成人家殖民地 我最近就是在跟高鐵 在跟他們談就是說 因為高鐵要增購列車 這個8加4組 這是非常高的預算 但是跟日本採購啊 它價錢也是開很高啊 但是它煞氣渠完 因為台灣是日本高鐵 唯一輸出的國家 全世界都來看 你不要只做這個生意 價格合理一點 我們可以變成夥伴 一起去第三坨啊 去推動軌道建設 其實他們的代表 也很認同這個想法 這個也是跟大家做個分享 好 謝謝你們 大家好 好 謝謝部長 今天你們是 我們會請部長